大家好我是真美猴哥 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刚买的一个holosan的一个雷射就是laser 然后呢昨天我刚刚收到 这是holosan的lslaser1172 二指的是红的 因为我买的 因为当时呢 当时卖的时候只有个红的 但是打折花了215 315加个运费就大概220 22025左右吧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msrp是300多块钱 然后网上卖的话呢 一般都是卖270左右 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这下边什么东西 这个呢是一个说明书 一个擦 一个擦 擦镜头的东西 然后里边的话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laser designator 很小 比我小的要小一点 说实在话 因为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的话 在枪上都很大 就这么这么宽左右 一会讲一下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对吧 就是这个 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个logo 就是还有这些东西 一会我把这个sticker会拿 会掀下来 这个logo的话也太大 我会拿一个就是黑的那个胶皮 把它拉上 就是把它打上 这边也一样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 一个电池 就是普通的五号电池 一个小 就小女 有一个螺丝刀 就是holosan 所有的都是这个号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枪上的一个 就是手的一个开关 一会咱们再讲这事 然后剩下的话呢 哪个 哪个邻居在烧烤肉 然后有一个小胶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 我还觉得挺奇怪 就是它还真是一个小 一个小盒子 就是防水的盒子 因为这里面还有真是有胶皮 可能还真是防水 我还这个挺惊讶的 因为这些盒子一般化也挺贵的 不错 到旁边 把它到这里 那好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 它的好处就是这个很轻 然后这个可能 没拿那个没拿称来 但是大概有300来克 300来克就是 300来克大概十来个奥子 不 网上说更勤的8个奥子 就是200个克 然后里边就是一个 大部分的地方就是一个 割一骨化电池的 就割振进去 然后前面是 呃 然后拧紧了 然后这个挺好 还有个就是这个帽举不掉 拧行以后 然后这个是 就是这两个就是调 上下和左右的对吧 啊 然后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就是 这就是就是那个 雷射的东西 然后后面呢就是开关 就是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所谓的叫是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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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 就是就是 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开关 但是就是 但他就是说是 end的时候才亮 不end的时候就不亮 所以说要想看的话 一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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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要按着它 ok了吧 其他的 然后这就是一个 Picotini的 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卡对吧 然后他的 就像所有的holosun一样 都是有个quick 都是quick quick release 然后他有个 他有个卡的 都是很好 所有的holosun都有这个 所以说我就说是 我对holosun这个牌子很满意 因为他 别看他便宜 他的好的东西 他做的很细 呃 所以说这个很满意 哦 这是这是国产的 呃 能看的挺远的 比如说现在 大家看不见 现在看不见 一会我搁一个 我搁一个视频 我大概搁到fence上 搁到家的 就是邻居家的 都能看得见 大概五六十米 这个能 白天的话能 不是特别亮的时候呢 能能打到100米左右吧 呃 那边呢 一 呃 我现在邻居上那个 呃 房顶上看 看不见 然后就晚上的话 应该能看得很远 呃我在网上说他能在 起码一到两百米吧 呃 我们晚上再看一下 呃 还有什么好处吗 哦对了 然后但是他不能调 就是这个多亮 呃 这个我不知道其他的 其他的雷尔能不能调 但是这个不能调 呃 他跟其他的雷尔 区别是 第一 价钱对吧 这个价钱很便宜 就打光了 什么挡在眼前上 呃 他很便宜 200 就算我说225块钱 其他的雷尔像 EOTAC的话 痕迹好点的话 都1000万块钱 他的区别首先呢 那些是已经打仗打仗用过的 所以说呢 啊他们算premium的东西 对吧 就说他们肯定要是要价钱高 然后就挣的多 那样的话呢 他们卖这些东西卖的 不是很多对吧 所以他们想多挣钱 第二个的话呢 那区别是 啊 就说那些的话 他们有两个 就是他有 又有白天的 呃 Laser 然后又有 红外线的Laser 就Inference Laser 在同一个Unity 就有两个 两个Mode 这个的话只能选一个 买的时候就要选 要不然红的 要不然绿的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 红外线 所以说这个 价钱和那个大小 就比其他的要小 而且价钱要便宜 大小要小 啊 那好吧 好咱们现在按到 按到什么了 按到墙上吧 这个还是我就是 前一段时间看的 那个Reiki的条 一般的话 前面都会有一个 backup side 然后把它搁到 backup side的后面 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地方 所以说把 就是把backup iron side 好处就是说呢 先打掉 安装是非常容易 就是把它打开以后呢 找到一个槽 嗯 走到这儿吧 哎 你按什么 进去了 现在进去了一号 压一下 嗯 挺紧的吧 要是太松的话呢 可以拿这个螺丝刀拧一下 啊 但是我这已经挺紧 可以拧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好可以 然后它的好处呢 那就是说 它的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说呢 这个雷射就在枪管上边 所以说 不需要调左右 只是 区别只是上下 啊 这个是很好的事 第二个呢 嗯 不好的 它的缺点 应该是很高 比我想象要高一点 所以说 比如说我在 我这是一到六倍的那个 Burlis 对吧 那六倍的时候看一眼啊 六倍的时候他不打 对 六倍的时候他不打 但是可能一倍呢 对一倍的话就是 整个在下面都打的 一会儿 给大家看个照片 啊 啊 这个一倍的话可能不是很好 那上面看这个红点红点不打 啊 所以说大家要是买这个时候想想 就是说自己有什么optic 因为他会挡着啊 挡着这个一倍的这些optics啊 啊 他 对 他应该 呃 在那个什么 要是普通的红点的话也会挡着 啊 这个可能是它的缺点 但是要能搁到后面的话呢 有可能 就搁側面的话就更好一点 啊 但是呢 我这枪只能搁上面 所以说就这样啊 啊 其他的事呢 就是搁到前 前面会沉一点 对吧 因为我的枪管前面是细的 所以说 跟以前那个手感差不多 就是以前那个 大家可能还记得 以前我这是那个government profile 现在的话加这个重量的话 现在跟现在的手感 跟以前的手感一样 啊 然后呢 这个switch呢 就是插进去 然后 要是有Picotini的话 就把它搁到Picotini上面 我这枪没有了 有可能就是可以把它卸下来 然后这块 这块就有一个Velcro 然后呢 就把它把这个粘到 随便自己想搁到哪地方 然后粘上去就行了 啊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把这个 这个laser搁到这把枪上 所以说我算是先不粘了 啊 但就是说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操作的意思就是把它搁到 就把这个开关搁到自己手 自己手喜欢的 喜欢摸的地方 然后在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 我打开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不不不不不不 你好 啊 行 写下来吧 其他的事呢 可能就没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就呃 过来前面就留个言 呃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咱们大家就在下一两个礼拜见 好拜拜